白领的上班族 中午去买便当 搞了半小时一小时 流了很多汗 可是一进冷气房 突然之间一阵凉爽 你可能就忘了 你要喝水这件事 然后接下来下午的会议 或者是你的办公 你觉得头痛不舒服 然后全身无力 这些其实就是 你有点热衰竭 我是Lulu夏甲露 之前我们有在说新闻当中 曾经有提到一份 是城大建筑跟气候研究室的研究 这研究当中就显示说在今年 大台北地区的热岛范围会更大 然后散热会更困难 而且说在未来 每一年的夏天都只会更热 而且夏天的持续时间也会更长 我就查了一下 外福部有个统计 6月份热伤害741例 比起去年同期多出了200多例 那到7月又更热了 说7月的第一个礼拜 就已经有329例的热伤害的继续记录 这到底热对我们身体来说 带来怎么样的伤害 我们应该怎么样的预防 而且也还蛮特别 这个夏天就觉得说 好像以前秋冬 比较会流行的什么流感 或甚至新冠的疫情 这段时间也听说了不少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讨论一下 要找谁呢 找我的好朋友 为什么要笑场呢 所以你就冷笑两声 好马杰知名小阿克医师 黄聪宁黄医师 哈喽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黄聪宁医师 感谢你 我们合作的podcast 你都还蛮三八的啊 我刚刚没有很三八 这个podcast你要这么严肃就是了 新闻幕后 新闻幕后 帮你放个背景音乐 没有好不好 我在我们的podcast 也没有到三八 没有就是很 俏皮 对而且亲切 亲切 好啦要开场嘛 我是你们这个节目 一开始讲话 最不震惊的来宾吧 就是因为你是我们这个节目 第一个我找到厚品欲挽 其他有些来宾 没有那么熟没办法 是是是 对啊 但是我觉得今天这个题目 因为我们有时候会聊到一点点 没有错 然后确实我真的 最近播新闻很有感 那老是觉得一般民众 有时候对于热伤害 热衰竭热伤害 中暑 感觉起来好像都不是很清楚 那到底是一个怎么一回事 或者说我们的身体反应啊 我们的身体机制 碰到冷或热 它会有什么样的 不一样的应对方式 这样子 所以就想先请你来 跟我说明一下 最常 我觉得最麻烦的是 中暑这个词常常被滥用 你知道只要天气热 所有的不舒服 你会说我不知道是不是中暑了 对 对不对 头痛也说自己中暑了 然后什么身体骑衣 不舒服也说自己中暑了 反正就是 好像天气一热 你所有的不舒服 都很容易把这两个字贴上去 对 可是实际上啊 我们在医学上面 热衰竭 这三个字 大家听起来很恐怖 对衰竭 其实热衰竭才是我们一般应该可以讨论到的严重度 到了中暑 就英文的中暑 比如说 He Stroke 这个中暑 就是快死了 哎呀 就基本上快挂了 不是热衰竭是快挂了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这有点翻译的问题 就是当医生在讲中暑的时候 我们讲的是一个很严重的状态 然后我们可能在查网路上资料的时候 他就会叫你什么赶快送医啊之类的 可是我们一般民众的那个对中暑的定义又是这么的轻微 就是感觉刮沙 对然后你就会 出沙就好了 出沙就好了 所以你就会觉得 那医生在讲什么 我刮个沙就好的事情 为什么要我送医院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第一件事情 就是要大家把名词对焦 我们一开始热的这个问题 可能有抽筋 抽筋也是跟热有关 热比较容易抽筋 因为有电解值的不平衡 慢慢就抽筋 然后脱水 脱水就比较累 对不对 那再来就是热衰竭 那热衰竭就表示 你的身体已经在大量的出汗 散热 然后已经有点拉紧爆了 那那个时候 你可能会有 全身无力啊 对 头痛啊 头晕 头晕啊 然后恶心呕吐 心跳加快 那很不舒服的感觉 这叫热衰竭 那中暑是最后一等级 就是你身体已经放弃治疗了 就是说 你一直出汗一直出汗 然后后来身体就觉得说 我没办法了 让我走吧 然后你就突然不出汗了 当你开始发现一个人 在大热天昏昏沉沉 然后你一摸开始没有汗 然后意识不清 你就知道 接下来它的温度会 非常快速的上升 因为身体放弃了嘛 对对对 放弃之后 那个往上飙的那个温度 很快就会让你大脑会受伤 因为我们大脑温度超过42度 蛋白质就煮熟了嘛 煮熟了耶 大脑就开始有这个 就是像 煮熟的意思就是 它没有办法再回来 对对对就像你那个鸡蛋煮熟就不会再回来的意思 所以大脑都超过42点多 不知道点多啦 42度 我们都讲42度 以上 那就是几乎是不可逆的 不可逆 就是你即便让它降温都来不及啊 对对对对 所以中暑为什么 它是一个要立刻送医的 是因为我们的定义上面中暑就是 你身体已经不出汗 体温开始往上飙超过42度 将近要42度 那送到医院之后是要用非常极端的方式 来去把你的这个温度降下来 那有一种叫热伤害 我们常常也在讲热伤害 放在这个光谱里面嘛 就是刚才我讲的所有的事情 就是属于热伤害范围 从这个抽筋到脱水到 其实如果再轻微一点 那长热疹也可以算啦 但长热疹就是 谁不要 还好啦 就长热疹啊 肺子这种也算 就跟热相关的疾病都算在内 所以在那个热衰竭的时候 也就是在那个 你已经开始头痛不舒服 然后昏昏沉沉 然后你不知道自己怎么回事的时候 我觉得大家反而要对这个state 就是这个阶段要有警觉性 因为这个时候是拉得回来的 你只要赶快停止你的运动 或者是停止你在大太阳下的时间 然后你到阴凉处 然后喝喝冰水 然后补充水分跟电解质 休息一下 其实是可以改善的 是 那我们今天先讲一个比较 一般人可能会遇到的状态 因为你讲大太阳 说老实话啦 除了在外面工作的工人 没有办法之外 谁这个时候整天在大太阳底下面 就不太可能嘛 办公室的不大会 对 好那我讲一个比较常见的状态 白领的这个上班族 中午去买便当 好不好 那你就出去走走走 假设便当店这个很红 大排长龙 又不是在冷气房里 然后就排队 那你在办公室 你水分就可能没有摄取够 因为你一进办公室就忙忙忙忙忙 或者觉得吹冷气好像不需要 不觉得可 对 然后出去买便当 或者是买东西 然后搞了半小时 一小时流了很多汗 然后你可能 哇今天要开会又跑回来 然后进到冷气房之后 本来你可能有点觉得口渴 因为大脑会告诉你口渴 可是一进冷气房 突然之间一阵凉爽 然后你的微血管又收缩 然后可能你又有下边的事情 你可能就忘了你要喝水这件事 然后接下来下午的会议 或者是你的办公 你觉得头痛 头昏 不舒服 然后全身无力 然后脑雾 等等的 这些其实就是 你有点热衰竭 那其实那是因为你在冷气房 你没有警觉 你刚才出去损失的那些水分跟电解 只需要额外的补充 才能补回来 所以我大概一般民众 我比较提醒的是 不要进了冷气房 忘了你在外面流的汗 今天我们难免会出门 流的汗 你就记得在夏天 补充水分这件事情会格外重要 而且你要知道 温差越大 你开冷气的湿度就越低 哦越干燥 对对 比如说今天外面是三十几度 然后你室内开二十五度的冷气 假设 那你那个湿度 你家里有湿度计 现在到处都有湿度计啊 有的时候可能会低到三十几四十 有到这么低哦 真的真的会啊 对 因为你那个湿度是跟温差有关嘛 所以你不只是 我刚刚出去流汗 这个膳室的水分 你光在冷气房里面 你那个增膳的水分 也比你平常想象的多 所以在夏天 反而待在冷气房的人 不要以为今天这个主题跟你无关 我们就是多喝水 然后如果你是有整整激烈运动的人 他不只是喝水 还要加一点盐 哦要补充电解质 对对 所以大概 这个概念 就是多喝水 然后如果 这个有加点盐 就是有运动 流汗特别多人 加点盐 这两件事情 你记得 就没有 不太会有你刚才讲的 这么严重 恐怖的事情 不会啦 你刚刚讲的那状况 确实我们就一般白领上班族 最容易碰到一个情形 但虽然大家 礼拜一到礼拜五 都在办公室里头 但有时候六六要带小孩出去玩 还是会碰到在户外 会曝曬的环境 在那个状况之下 是不是也有一个临界点 就是如果到什么样的程度 身体的反应到什么样 我们就应该警觉了 然后应该做什么反应 预防胜于治疗 所以刚才讲 我这边就几个点 给大家稍微做个笔记 第一个就是 不管你带孩子 或是带家人出去 你不要在 这个 里头翘洋洋 中午的时候 大概这种 十二点 到下午两点 这种时间还是避开一下 不要进行高强度的运动 那第二个就是 穿衣服 大家现在都知道 可以透气的衣服 浅色的衣服 然后有助于散热 不过不要过度的相信 排汉衣 你在玩山田 你可以知道 你其实排汉衣 不见 在台湾的气候 它可能相对于 一般免质的衣服 稍微好一点点 但它就是 也只能做到那样 对 不见得说 今天穿得厉害排汉衣 我就可以在大中午 跑去运动 反正汗 没有 这才其实不见得 所以就是 穿透气 然后浅色的衣服 浅色 浅色 浅色就把那个 浅色 会有 前一阵子有一个研究 说白车 比较省油 就是因为 白车 它冷气的 比较好 比较不那么耗电 对 所以穿衣服也是一样 浅色的衣服 然后第三个 我刚刚讲 就是要多喝水 然后奠起 如果你今天是 像你一样 是去运动的 那这边有个数字 给你参考 就是你在 这样的一个状况下 每一小时的跑步 或是骑车 你要补充 500到1000cc的水 很多欸 每一个小时 你如果是骑 像我这种 霸咖 我就补买500就好 像你这种骑超快的 就要1000 没有 这个天气随便出去 再骑什么慢 一下子就是 一身汗用低的那种 对对对 好啦 所以跟你爸爸八咖 大概没什么关系 就是你的排汗量 所以大概500到1000 那如果是 这个 这个 盐巴的话 就是每1000cc 你可以架一小匙 就一小匙的盐巴 那这个 给那些运动员 或是在打太阳底下 工作的人 这是一个基本盘 它非得要 它没有办法 就是得要在 那样的环境下 曝晒一段训练 所以很有趣喔 你看我们在讲说 每一个人 每天吃的盐分 不要太高 对不对 讲心脏变少 对对对对 可是你看这些 在太阳底下 工作的人 或运动员 他每运动一小时 他就要补充一匙 一匙可能就已经是 0.5到1克 很斜的 所以他在那边 他在那边 运动三小时 他就已经吃 超飙了 所以我觉得 那个盐分的 那个 摄取量 摄取量是参考用 那你如果 中备在运动 没在流汗的人 大概每天吃几克的盐 那个素质 每个人条件不一样 可是像运动员 或者是在这种 他们其实在 大家要补充的盐分 再加上平常在家吃的 一定都超过那个标准 但那是OK的 对 你刚刚讲到 就是李涛恰恰恰的时候 不要在外面玩得 这么夸张 不过跟你讲 有时候真的小孩玩 你才没有办法克制他 对 我们家前阵子 就是小孩跟着别人家的 就是别的家 爸爸妈妈带着 这样一起去海边 然后妈妈就 传讯息给我 就看我们家小孩现在干嘛 我真的觉得 我妈呀有够晒的 可是他们玩起水来 根本没有在管那个太阳 对 我就在想说 如果像这种玩起来风 然后又在高温曝晒环境 对 又在海边 又自以为觉得凉 对 有没有可能身体开始出现 什么反应的时候 家长就要警觉 有的时候小孩自己玩 就玩得没有感觉 或老人家 老人家有的时候 对于自己的不舒服 他们觉得很能忍耐 对 对 他不知道已经到那个临界点了 小孩比较容易分辨 是因为他就会开始累 然后他就会开始发脾气 所以其实小孩比老人更容易分辨 那你就看到你小孩开始 就是玩得 整个人开始有点臭脸 或是开始就这样不想玩 其实那个时候 你就说OK 那我们到旁边休息一下 那老人家就麻烦 因为老人家可能他本来就活动量没那么大 对 他就安安静静坐那边 所以 就你很难观察到 你很难 所以很多长辈像 像这个之前日本 也是有很多人就是热 在家里热死 那就是因为 可能日本独居老人也多 对 然后他们又硬扛 就是说喝冰的对身体不好 然后就大热天还要喝热茶 或者他们觉得要省电 怕冷气一直开 很花钱 我们家老人家也说就这样 我觉得跟我奶奶讲说一定要帮我开个冷气 好保持你这边这么热 对 所以我觉得老人家不容易判别 对 尤其他如果他就是平常也不太讲话的 那我们就只能主动的 去让他补充水分 我再说一下 其实我也不要污名化热水热茶 在运动员或是在一些研究当中 你补充进去的水分 不管是热的还是冷的 其实对你的这个热衰竭或中暑都是可以预防的 所以如果老人家真的想温喝开水 喝喝温开水的话 你就让他喝吧 但是就是那个量要够 重点是那个量要够 那老人家又来了 他可能有些说 这个怕 怕那个尿失禁 或是怕找厕所 麻烦 对 然后就是他们会想很多 对 所以我想今天只是提醒大家说 当你身边的家人要你喝水 就跟小孩一样 对不对 就劝小孩喝水 你就很烦嘛 劝长辈喝水 当然也有一些阻力 但是没办法 我们就是得克服那个阻力 如果你是有陪伴的话 你就是让他有喝水就好 这样才不会说他已经懒懒 你又没发现 对 是不是讲到小孩或老人啊 不同的年龄层 然后对于这种高温的适应力 其实差别是落差很大的 我还 因为这次要做这个题目嘛 我稍微看到 我还看到有一个报道说孕妇 孕妇在对于温度的调节能力 也比较不好 好像说是到了某一定的孕期 如果常常在比较高温的环境 还会增加私产的风险 就是每一个人体质状况 在不同的节目是不一样的 讲到这个之前 我刚刚有一个忘了讲 刚刚讲三点 我就忘了讲 第四点再提醒一下 就是喝酒容易 更容易热衰竭 喝酒啊 是 所以你在大热天在外面 大家不是就是喝啤酒吗 对 不见得是好的选择 当然你还是把水分喝进去了啦 但是 就是 不要喝酒 所以 以前有那个广告啊 工人在大热天工作 然后来个火达啦之类的 其实那个对他们是 反而是不好 有一些提升饮料里面 就有酒精成分的那种 对对对 不行 尤其在这种天气里 是是是 提醒大家 好重要的提醒 好 至于讲到孕妇 那是你脚本上贴的 对啊 我就有看到这个 我想说还有这个哦 是啊 这几位我们县长还有这个工作人员 你们看过这个研究吗 没有对不对 没有对不对 这个房间间50个人 只有我看过这个研究 所以你有看过这个研究是不是 就你看了结果 你看看了迷迷茂茅 原文的 还有查半天 增加 增加你的知识含量 增加我的知识含量 这真的是台湾的研究啊 台大工卫系 台大工卫系做 他是用这个 22769个 这一个 这叫什么 死产 still bus 死产嘛 对你这个 死产工协 对 那 是2009到2018 所以一共10年之间 噓 这么多 好险还真的让你有找到这个研究 不然勒 这是没有乱写 对 所以 所以其实是蛮 当然他是资料库捞的啦 哦 他并不是说某个医生去 我个人的经验 这样不是 他用资料库去捞 不然怎么捞得到这么多 然后做一个数据的分析啦 那简单来讲就是他 他把那些 死产的月份 跟那个时候的温度 哦 去做一个 比对 比对 然后就发现说在 温度比较高的月份 他的死产的 数字会比较大 那当然还要处理分母啦 啊 你那个 那个月怀孕的人有多少人嘛 所以 他们是用这个比例去算 那我就帮 跟大家报告 所谓 这个 高温 其实也才29度啦 对 也还没到30 对啊 那他就是说 如果在20 到22度之间 是标基本盘的话 嗯 那么如果那个月的气温是29度的话 他的死产几率会增加 啊 18% 18%不少呢 是不少啊 其實看起來也是蠻有意思 好 那我的問題就來了 對啊 哪一個孕婦可以永遠保持 她懷孕的第三孕診都在20到22度 那好可憐 那你就是每天窩在定溫的那種冷氣嗎 對啊 我覺得這是個好研究 但是它背後是什麼原因還值得探討 哦 不太可能這麼理想化 以後每個人懷孕 家裡的這個氣溫都固定不可能 但我們自己今天就懷孕的時候特別怕熱 然後總覺得體溫特別高 當然當然 對啊 第二 第二 他們真的增加食產的原因 只是溫度嗎 只是溫度 我承認看起來是很有相關 對對對 但只是溫度嗎 嗯 會不會是因為 在那個月份懷孕到第三孕診的人 都特別喜歡喝冰冰的手搖飲 哦 我隨便亂講 我沒有要污名化的意思 就是有其他的變異的因素在裡面 對對對 天氣的時候你喜歡幹嘛 對不對 可能喜歡吃冰棒 吃冰淇淋 對 還是天氣的時候脾氣特別不好 常跟老公吵架 啊 不曉得啊 就是天氣的這件事情 增加食產的機率 這背後到底是跟熱有關 對對對 因為我剛剛我們也講了29度也沒有熱到要人命的感覺嘛 好 所以這是我第二個疑問 那顯然作者都有提到啦 你知道研究最後都會說這個研究有一些還不曉得答案的人啊 就會寫這些 有一個彈書在那邊 第三個就是那你要跟全世界其他地方比嘛 有一些有些地方研究也是天氣熱食產多啊有些地方就沒有啊 所以就很難說 但是是不是真的小孩子尤其年紀小的跟像老人家在這種高溫帶來的可能上還是要特別注意的嘛 這倒是 對 因為體溫的調節 其實年紀大的人體溫調節是更不好 所以他那個溫度的一熱或一冷 你知道很多長輩在冷天其實也很辛苦 在熱天也很辛苦 那小孩當然也是 對 小小孩 你剛剛講了一些反應我突然想到 有時候跟發高燒也有點像欸 就是如果說昏昏沉沉沒有精神 那小孩如果是真的破杯生病發燒 那會不會造成一些這樣在第一時間判讀上面的這種誤判 就一樣喔 小孩真的看精神活動力就好 對 所以小孩是最簡單的 小孩發燒也是會昏昏沉沉沉 對啊 所以你看我們每次在講說一個小孩子如果昏昏沉沉 你就給他吃退燒藥 然後降溫之後還是昏昏沉沉 你就趕快送醫嘛 好 這個剛剛講你說在外面跑跑跳跳的小孩也是一樣嘛 在外面追趕跑跳跳 耶 尖叫很開心的 你就知道他目前還沒有要熱衰竭的意思嘛 看他開始懶洋洋 追也追不動跑也跑不動 然後回來說媽媽我心情不好 你就知道他有點問題了嘛 那所以這個小孩反而比較好解決 長輩真的很難 你看長輩有些甚至不燒耶 他生病都已經很嚴重了 他不燒 甚至還低體溫的 所以變成長輩 而且他如果常常就是活動量本來就很低的 你根本看不出他精神好精神不好 要很敏銳的陪伴的家人 有時候那些家人跟你說覺得爺爺今天怪怪 你還覺得他大驚小怪 但他可能從爺爺的某一些小小 就是說他以前吃東西之前 他的動作表情 然後他今天不一樣 那個主要照顧者他是最敏銳的 所以你剛剛講到生病啊發燒啊或是熱衰竭 長輩都值得我們要更敏銳的觀察 哇那真的對於一般在身邊照顧的人來說也不容易耶 如果這樣講起來的話 因為有時候差別都在非常細微之間 而且我也是前幾天有看到有一位醫師啊 就是在網路上常常也PO一些文章 他有在講到說天氣熱還會出現其他的發炎反應 甚至會比較缺血 然後說因為血液會變比較濃稠 那應該是缺水的關係吧對不對 所以會說對腎上來說也會造成負荷 甚至還說會提高中風的風險 那我那時候看到這邊報的時候 我就突然想到說我幾天前也播到一個新聞 那個畫面真的是有點印象非常深刻 他就是一個阿伯吧 騎摩托車要去買麵 然後他買完麵之後呢把那個麵一拎到他的摩托車上 人一跨上去沒有多久喔 整個人就釘住了 他那個釘的感覺真的是被點穴一樣的那種整個釘住 然後老闆娘看到嚇一大跳 想說你到底怎麼了 怎麼教理都沒有反應這樣子 就去叫警察來 然後警察那時候一直搖他 他都沒有辦法反應 他們是整個人這種騎摩托車釘在那裡的那個形狀 然後硬是把他手搬離開龍頭 這樣整個這樣搬 然後搬上救護車的 然後也說跟熱有關說有可能是中風 是是是是真的 是真的 就是說我們中風有分兩種嘛 一種是出血性 一種堵塞性 那出血就是血管爆掉 啪這樣 就是血管出血性 那堵塞性就像心肌梗症一樣 就血管堵住 然後那塊大腦就缺血嘛 對 然後可能你塞左邊你就右半邊不能動 你塞右半邊左邊不能動 那血管裡面就是水分嘛 血液嘛 對 所以當你脫水的時候 那個血管裡面的液體就變少 對 對 所以他的那個管徑 血管的直徑就變小了嘛 因為水分變少 假設你今天有個血栓 他可能已經 已經游到那了 或者他已經快堵住了 這時候你的水分一掃 血管一塌 他剛好就塞住 就像是如果今天這個 這個人生 其他的水管很難定義 反正就是鴨屎啰嗦就會跟稻草啦 本來那個大腦的血管 已經快塞快塞了 因為脫水 然後他就真的整個塞住 那你整個塞住 你那塊大腦的細胞 通通都沒有得 養分 對對對 那他就頂住 你剛剛講 他就是要倒了啦 他基本上要倒 所以在球場上也蠻常見的 現在中年大叔也都有在運動 對對對 那有時候就是天熱 或者是水分補充不夠 鹽分補充不夠 然後到一半突然之間 運動就中風 對 你這樣講我也突然想到 我們在過去啊 新聞當中總會在季節變換之階 或是尤其冬天很冷的時候 會說特別提醒老人家 有心血管疾病的 在很冷的天氣要特別小心 保暖要不然可能會有中風的風險 對 但是現在也才真的知道熱也會 不是只有冷 對對 冷跟熱都會 對 所以我覺得這季節啊 跟我們過去 就是天冷天熱 跟我們過去 所以為的那個連帶關係 現在都有點不大一樣 例如好了 因為反正你也常常跟大家做宣導 什麼疫苗啊 新冠疫情的時候 流感的高峰期 小的客人才最常碰到這些 我也印象當中以前說流感高峰期 或是這種傳染性疾病的 呼吸道融合病毒什麼什麼什麼 好像都是秋冬或季節變換 比較冷的時候是盛行 然後今年夏天也超怪的 然後那個CDC一直出來呼籲大家 新冠又出現一波高峰啊 上個禮拜怎麼樣多少病例啊 甚至重症什麼什麼之類的 感覺也跟以前的經驗不大一樣 不過這跟這我不認為有直接的關係啦 幾個大家要了解是 第一我先講今年最大的問題是免疫負債啦 過去這一年流感都沒有停過 是因為免疫負債 跟冷熱沒有關係 那免疫負債就是疫情的兩年 我們都沒有流感嘛 身體的我們流感病毒主要只有三種 其實本來有四種 那因為疫情就有一種就沒氣暢了 對真的我不是開玩笑的啊 就沒氣暢 本來ABB有四種流感病毒嘛 那A我們叫H1跟H3嘛 然後B型有一個叫維多利亞嘛 一個叫Yamagata就三型豬 三型豬大概就是沒飯吃了 就疫情大家都戴口罩 然後社交距離然後沒飯吃 結果後來又不見了 所以世界衛生組織說 欸怎麼疫情送我們禮物 流感從四隻變三隻 自然消失 所以之前才有一個新聞說 本來今年開始 世衛組織就說其實我們流感疫苗可以不用用四劑 用三劑就是用三架流感就回到三架就好 但藥廠就沒辦法說我們都已經做完了 你這樣講太慢了啦 所以也許明年我們的流感疫苗從四種又變回三種 是 當然也有一些專家說世界衛生組織你也太樂觀了吧 他只是躲起來而已搞不好以後會跑出來 我們不曉得啦 但我要講的只是說 那段時間因為這些流感病毒都沒地方去 然後我們人的對於流感病毒的這個抗體都慢慢就不夠用了 對 所以今年是很少見的從去年夏天一路流行到了冬天 一路到春天現在到夏天都還沒流行完 就一輪流來嘛 H3完然後H1來然後B1 就是三種一個輪流來 所以才會讓我們覺得說怎麼這今年流感沒停過 對而且怎麼會天氣這麼熱還有 對對那個其實是因為免疫負債 所以免疫負債影響這麼強喔 對對對 而且這件事情其實在疫情當中 大概就用數學模組已經算過了 那有算到大概什麼時候會吧 那時候就已經講了 就是大概會免疫負債一年 一年那快差不多幾次了 差不多啊 就今年大概這三種都流行完之後 之後大概會回到以前的流感的樣貌 好這第二個我要講了 我們都以為流感只有冬天會流行 那是因為美國的流感都冬天流行 但在台灣不一定 熱帶國家根本沒有季節性 所以你如果去看新加坡啊 或馬來西亞或越南 他們流感一年四季都有 沒有在跟你季節性 他們也沒季節嘛 他們一年四季如下 所以沒有差的 是高纬度國家才會說 啊流感就是個冬天的病毒 啊我們接在中間 我們就是在北迴歸線上 所以我們有一點季節性 但也沒有一定要有季節性 就是大部分好像有點是在冬天流行 但也不是沒有在夏天流行過哦 啊 所以大家也不要就是好像很驚訝 這個好像什麼了不得的事 但其實在台灣本來我們就不用期待 每一年流感都只有冬天會來 嗯 那其他病毒更不用說 像新冠 對我也想要問新冠 新冠就是要每個人都得完 他才會停嘛 現在好多已經得了兩三四 所以現在就是還有一些人 他可能就是還沒有得完嘛 嗯 因為我們台灣 現在是第幾波 有點忘記了 已經都搞不清楚了 第五波第六波嘛 對 所以也不要去想說 這個這個是不是又有什麼突變的 我知道大家就是想說 啊是不是又新冠又突變啊 又突變 我的Podcast 不是我的那個YT 不是之前做新冠系列嗎 嗯 我最後一次更新是2022年 這麼久以前啊 11月還是12月 快兩年欸 我2023年一句話都沒有講 就沒有任何變化就對了 對 因為我該講的都講完了 沒有需要更新的 都跟我當年講的一樣 嗯 也沒有什麼新的事要告訴大家 啊就是長輩很可憐要一直打疫苗 啊就是年輕人跟小孩 你們得過了就這樣就結束 那以後你還會再得 嗯 就是這樣 嗯 那可是就是 就是就是就是長輩很可憐啊 因為他們的身體對於這種從來沒見過的病毒 他沒有辦法建立太好的免疫技術 嗯 所以長輩 現在如果又要再聊新冠 我就說我已經講了100遍 但還是講 再講一遍 再講一樣的話 對就是65歲以上 你如果半年沒有打疫苗 你就去打 嗯 75歲以上 如果你半年沒有打疫苗 你就去打 嗯 那如果說有慢性病的 那你也是半年沒有打疫苗你就去打 我們在理解新冠可以跟理解流感一樣嗎 未來不會 哦未來不會啊 對但現在有點像 尤其對長輩而言 嗯 好我先講未來啦 然後未來 未來新冠就是 大家現在有人得到第二次第三次的時候 你就知道沒什麼感覺了嘛 嗯 所以未來他可能就會是一個 稍微有點感覺的感冒 但是你可能三年得一次 兩年得一次三年得一次 病毒的普遍速度也會變慢 嗯 因為大家都得過之後 他沒有辦法再圖片那麼快了 對 所以他圖片速度會慢慢減緩慢慢減緩 那最後就會進入到像 比如說腺病毒好了 類似啦 我隨便舉例啦 嗯 或其他的冠狀病毒 嗯 就是兩三年大家得一次 也不太會害怕 對 那長輩就是 還是一樣 不在我們討論範圍 嗯 因為我們不曉得長輩到底要 打多少劑疫苗 他的免疫技術才會說 好啦好啦 我知道啦 以後這個病毒來 我不要反應那麼大 嗯 所以目前為止 大家就是乖乖去接種 那那個 我要特別要替長輩提醒 就是 快篩 越來越不準 越來越不準 對 我 我沒有 我不知道為什麼啦 就是 在成人的急診 跟成人的感染科 或他們叫病房 有特別發現 因為你看現在重症都是長輩嘛 對 都90%以上都是長輩 然後85%都沒有 沒有打追加劑的疫苗嘛 所以你看人家的數據 就跟我當年講一樣 我就說長輩要打 然後你就是追加劑要補嘛 對 講的就是都同樣的事情 對 那人家也看到你死亡的個案 通通都是長輩跟沒有打追加劑的嘛 所以大家就去做 那他們在急診的或是成人科的發現 常常這些長輩有快篩過 哦 可是是陰性 沒篩出來 對 然後等到下一次進家務病房的時候 才用PCR抓到 嗯 所以就錯過了服藥 因為我們知道新冠有藥嘛 對 那你錯過了黃金時期就沒有 哦 對 所以有點麻煩 就是快篩不是很準 嗯 流感也是 長輩快篩不知道為什麼就不是很準 嗯 我真的是不知道為什麼 是不是戳的不夠大力 啊 還是真的就是敏感度不夠 嗯 比如說他們的細胞比較怎麼樣 所以就比較難抓到抗原 我不曉得我真的不曉得 但我只能說 不要因為一次快篩 沒有 你就以為沒有 嗯 要如果長輩真的那個咳得很誇張 或發燒或不燒 就是精神很差 你可能再篩一次 第二天再篩一次 或者是你要警覺 不如就預防性的頭藥 對我們感染科醫師都覺得OK 因為抗病毒藥不會有抗藥性 所以你就寧可做了 寧可比如說 伯伯怎麼會 怎麼會就是這麼的不舒服 雖然快篩陰性 但是最近在流行流感跟新冠 不然我們先吃預防性 就是當作流感吃藥 或當作假設周邊有接觸者 一定要仔細的問 有的時候你就塞他身邊的人 同住的家人 欸你也生病是不是 塞你 搞不好塞年輕人會重啊 那你塞了年輕人重 你就知道伯伯跟他是同一個病毒 有可能 你就趕快投藥 對 現在這都是沒有標準做法的 因為這太難 這個有點case by case 而且這也很新發現的狀況 對對對 所以只能說大家問診要問到 假設醫生很啰哩巴說 一直問說還有跟誰住 有沒有誰有症狀 那個人就是這個人有沒有跟 你不要覺得醫生囉嗦 把那個有症狀的人帶來塞 搞不好救了阿公移民 救了阿嬤移民說不定 那最起碼我們今天這集聽完了 知道很簡單 就是在天氣熱的時候 反正多補水 有需要的時候再加點鹽 在這樣的天候狀況裡頭 你要避免熱傷害 這是最基本的啊 對 然後尤其對於白領在辦公室 常常吹冷氣 你也不要忘記這個還是很重要 沒錯 好勒 希望幕後聊新聞 聽那些看不到的故事 現在各大平台都可以聽到我們的節目 喜歡我們用這樣的方式聊新聞 歡迎訂閱 並且在Apple Podcast 和Spotify給我們五星評價 有任何想要回饋給我們的想法 都可以在留言區留言給我們喔 今天非常感謝黃聰寧醫師 謝謝 謝謝大家時間 我們下次再會 拜拜